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因为中国内地的政国动荡,香港就成为了一个文物书画的集散中心 何玉光先生当时见到很多国宝留在海外就非常痛心,所以就开始扣藏中国书画,成立了他的志乐流床中国书画 志乐流的收藏是以书画家的道德和人格做最高标准的 所以很多时这些作品都反映到一种光明磊落的气质和一种清高不凡的情怀 赵流的藏品,他收藏的不单只是艺术品,还是一种中华民族的精神 这也是得到中国甚至国际的艺坛非常重视 何玉光先生除了一个收藏家,也是一个慈善家 现在他的后人何氏家族继承他的遗志,将这批世界级的藏品捐赠给香港艺术馆 也可以说是延续了何玉光先生守护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神 2019年底,艺术馆就会重开,将会有一个永久的展览厅 《窗基展示之乐楼》,给市民大众一起分享